西安是一座充滿歷史氣息的城市 大唐不葉城是西安城當中 目前最具魅力的地方 這裡華美眩爛的燈光 金碧輝煌的建築 讓人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受 可以體驗習日大唐長安城的繁華盛世 漫步其中能夠嚐到各式的經典小吃 後面這裡是我們陝西著名的小吃 德茂宮 它可是從清朝同志年間就開始了 來 走 咱們去嘗一嘗 老闆 給來一個這個 水晶餅 再來一個鮮花餅吧 讓我們嘗一下這個特別好吃的水晶餅吧 我都有點忍不住了 因為很長時間沒吃了 這個呢 可是我們過年過節的時候 必買的一個點心 你看這個外皮呢特別的酥脆 裏頭呢是我們傳統的紅青絲加上這個核桃園啊 還有白糖呀等等啊 味道特別的好 那麼大唐不葉城呢這裡呢是吃喝玩樂一條濃的 除了這個水晶餅 還有我們大華的包子呀 酸奶呀 各種好吃的小吃 如果您有興趣來 歡迎您來到我們陝西西安 也歡迎大家來大唐不葉城來吃好喝好玩好 過去的叫賣總是挑著擔子 在南遠門這一帶 飄著一股泡膜香 隨著歲月的推移 如今葫蘆頭泡膜成為一道餐廳的名菜 提到葫蘆頭泡膜 作為老陝西人 尤其西安市民是無人不知的 它是一道西安特有的傳統風味佳肴 特點是味醇湯濃 鮮香可口 《春發生》成立在1920年 它的名字呢取決於就是唐朝杜甫的春夜席域裡邊的 《豪雨之時節》當春乃發生 現在是101歲 我叫杜彥斌 是春發生飯店 非宜葫蘆頭泡膜製作工藝的第四代傳染 餐館研習千年的傳統烹製手法 反映筛菜的烹調技藝跟文化淵源 像《豪路頭泡膜》的豪雨壞呢 大腸是關鍵之一 唐朝的時候 孫思淼云遊長安街的時候 他發現一家主北長的小店 他覺得腥味太大 油溢太多 他便從藥葫蘆裡邊取出 漢陰椒 西大香 上元桂等名貴的藥材 把這個藥材交於店家 其目的是撒興取義 活血見骨 開啤見味等功效 店家按照孫思淼的這種拋製方法 臨走的時候 孫思淼把這個藥葫蘆也贈於店家 結果呢 就是生意是越來越好 店家為了感激這個孫思淼 他把這個藥葫蘆掛在門頭 掛在自己的門頭 就給別人宣耀 就說這是孫思淼 藥葫蘆給我指點的 從此以後 別人就把這個 主北長的這個小店 就叫做葫蘆頭 實際上呢 葫蘆頭的本意 它是豬大腸 煮熟以後酷式葫蘆 酷式葫蘆 就是很像葫蘆 豬大腸經過撒鹽撒醋 在搓揉回番去除腥味之後 接著就是功夫的展現了 雖然是一個小吃 但是它有很多環節 第一 就是這個餅 它用的是四劑水 四劑鹼 泡好以後是綿軟筋韌 形而不散 它的餅打出來以後 鐵圈 虎背 菊花心 外色金黃 掰開以後有固有的麥香味 掰的時候呢 一定要掰成花森米可麗大小 這樣均勻 受熱均勻 最後一道關 就是吊湯 這個湯 這個葫蘆頭好不好 這個湯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用的是豬磅骨 五花肉 柴雞 豬肚 雞架 大火熬至八個小時以上 才能成為這種湯白如奶 湯白如奶 上桌之前用沸湯澆泡冒漬 使熱湯滲透模塊 造就出經典美味 在冒漬的過程中 用佛湯澆冒要八次以上 提起葫蘆頭 嘴角鹹水流 這是西安人對葫蘆頭泡膜的美味描述 精緻的烹制手法跟多種調味料的使用 讓葫蘆頭泡膜快至人口 在吃的時候 就是顧客吃的時候 用蚕食的吃法 蚕食的吃法 就像春蚕吃桑葉一樣 就是薄著吃 蚕食的吃法 你能看出來這個有層次的 有層次面 這就是川發生的葫蘆頭泡膜 如果來到陝西沒有吃上一碗葫蘆頭泡膜 您就真的沒來過陝西了 你覺得葫蘆頭泡膜好吃嗎 很好吃 那口感怎麼樣 比較清爽 我覺得這個味道也挺清淡的 比較適合我 它這個是素的 因為它還有很多就是 像比較溫的就可以建議 很多朋友可以嘗試一下吃它口味 因為它們有很多種 我吃這個的話只有其中一個 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西安的本地人來說 第一時間想給我們申請的美食 應該都是以泡膜為主 所以說剛好從外皮新來兩個朋友 我覺得第一時間應該是 過來品嘗一下這邊的骨膜 也就是最出面的一種美食 我覺得它比較好吃 你在這邊吃多長時間 這邊基本從小吃到大了 而且也不會吃膩 基本上一個月也要吃個 兩三四次這樣子 辣子 蒜羊 血 這是餐館菜單當中 另外一道陝西名菜 民國時期吧 就是來西安的人 就是做生意的人 早上他在早四 天是很冷的老闆 就是把羊撒了以後 這個雪接了以後 放上鹽 讓它就是順時針地攪拌 成為這個塊 塊狀了以後 它就倒在熱水裡邊 放上花椒 辣椒 其目的是一個是能沖雞 第二個就是能泄寒 在這個陽血現在來說 它是能潤肺 在煮的時候 它不能就是火太大 火大了以後 有很多就是那孔 有孔就是 倒是切不了那個絲 達不到那個標準 就是火不能太大 其次它配的就是有豆腐 豆腐就是 也是要先蒸一下 蒸好以後 切成麻將塊 羊血切成絲 配上粉絲 進行就是冒製 冒製的話 就是用我們的千椒 剖的這種辣椒 紅油辣椒 再一個就是用 20多種調料 墨的這種粉 主要是起麻的作用 驅寒的作用 羊血鮮嫩 豆腐細膩 它是麻辣鹹 辣椒的辣 跟大蒜的辛辣 混合在一起呢 再搭配上羊血跟豆腐 真是香氣撲鼻 在秋冬季節品嘗 它是美味又暖身的